踏入新学年 吉隆坡安邦慈濟难民学校 也将会在新校社上课 开课前志工总动员一起搬迁 看到师傅师傅 年纪不晓得这样子忙 我们就觉得要为了解禁师傅师傅 不打教更加努力地搬这样子 知道母校即将搬迁 难民毕业生主动报名加入打扫行列 我没有在这个学校 但是教授还在说我 师傅师傅仍然给我钱 为学校费和交易费 所以这真的帮助我学习 昨年学校有两个建筑 我们需要移动到一个地方 现在我们需要移动 突破旧校社空间问题 新校职改善了学习环境 也提升教学设备 一间学校的基本设备一定要有的 才能够给孩子一个 很好的学习环境 给他们成长 他们能够很欢喜要到来学校 我们在学校中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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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守护难民孩子异乡教育 期许孩子在新环境下 更用功求学 大爱新闻 真山美之工和永康 苏玉发马来西亚报道 我们在学校中